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哥 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亲戚的一套房 他打工出去工作去了 然后这两年都没在家 他让我给他看一下房子 然后我把你安排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我们一起做做家庭菜吃一下 好的 没问题 那个刚刚房子现在能不能烧饭 可以 我们上去看一下吧 好 行 好 这个房子在谁吗 好像在四楼 四楼 楼层也不算高 这当作是健身吧 好的 OK 到底 怎么样 可以可以 这个还是飘光吗 嗯 这个地方我看是吹的你干什么 干什么 坐的吗 坐的 嗯 坐的最高 这是飘光的 好 带你去看一下卧室 这个房子正蛮大的 这个房间蛮大的 蛮大的 这个卧室四楼 你看这些衣柜 这些地板的装修风格 跟你们那边有什么区怎么样 差不多 这个床你看一米八的怎么样 这个床 对啊 一个人注意在上面发来发去都没问题 你看这个衣柜怎么样 这个衣柜是我们以前的老式衣柜 对不说空间也是蛮大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厕所 这个厕所就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但是有点设计也不太合理 你看完了在这里 这个里是洗澡的 你发现有点不对劲 毕竟空间有线 你们那边也是这样吗 我们卧室去厕所的很好的房子 水还是挺大的 还有水 行 我带你看一下厨房 好 你看看这个壳不一样 可以 虽然说这个是以前的老的时工的 但是这个风格的话 它是比较仿现代化 你看这个锅 这个锅是我前天天买的 这个锅你看看跟你以前用的锅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锅蛮清淡的 这个锅它就是 导热性能比较快 然后锅比较薄 重量比较轻 它用起来的话也非常方便 最主要的话它是性价比非常高 这一口锅才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这是铁锅吗 对 这个是铁锅 反正是熟铁的 对 然后它这个有的耳朵 它用完了之后可以挂起来 比如家庭里面 你们买的那种锅的话它挂不了 这边再加个耳朵 就是双耳锅的嘛 就让你用的这个锅 然后这个就是放家庭式的一个手柄 这样子炒才非常的方便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盆 这个盆你叫什么 油盆吗 宽油盆 宽油盆 这个盆是不锈钢的 比较厚 然后我们有很多做菜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盆 刚刚这个砧板也是感觉很专业的 我看到 这个砧板 这个砧板是我前段时间买的 这个砧板跟家庭式的一纹 不大一样 但是非常适合家用 这个砧板蛮大的 它直径的话 差不多有45厘米 我觉得家里面要是空间大放个这个 应该挺好用的 这个当然好用的 你看 这么大的空间 它切菜又平 然后又轻 又不容易发霉 它这个就每天用洗衣精或者清洗衣便 然后不用了 是把它挂起来就损 我觉得嘛 它这个砧板它比较高 因为我们有时候造的这个灶太矮 它一般设计的比较矮 加上砧板的话 高度就正好 对对对 然后砧板还要有一定的分量 如果没分量 你切东西或者是剁东西的时候 这个砧板反正就跳起来 会说好开或者这样 就不稳定吗 就砧板那个能力度呢 绝对没问题 剁东西肯定没问题 不会掉木悬吧 不会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我挑的东西你放心使用 可以可以 到时候我也 它就没拍菜了 我这边也炒两个川菜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让你炒一下我们正宗的川菜 好吧 这本看完了 我带你看一下客厅 就是客厅的话 一般比较大 你看这些桌子 虽然都说很旧了 但是受人之脱海 我们还是给它放好一点 然后特别是这一套 是人家已经用了 可能十多年是吧 就到这些时候 这个不是木头 强哥这次过来的话 就多玩一段时间 反正这个房子 空在这里没人住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边 你多教我一些宝宝腐蚀 正好我女儿她特别 喜欢你做的菜 主要还是我多向你学习 大家相互学习 反正来的就多玩一段时间 是吧 这个地方挺好的 嗯 然后我们 现在就开始准备一下 看主方这边要买什么东西 准备一下吧 准备一下就等下去买吧 太好了正好我又 我好久没有做菜了 十年一样 好 那我们准备一下走吧 天呐 天呐 这 天呐 我们先去看一下菜刀啊 嗯 看一下菜刀 磨刀石 还有一些盘子 完全不太熟了 那都可以熟了嘛 老门 我没有采到你 有 我需要他 需要吗 好一点点采刀 好一点点啊 好 这个 对吧 对 这个木头是那个 鸡翅木的 鸡翅木 他刀把他可以 这个那个 那个都是特殊钢的 特殊钢 我试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刀确实可以 我们买这个刀的话 就听他的声音 他这个声音 敲一下 从后面的声音越长 他就这个刀的指南就越好 那我们 你试一下这个便宜一点的吗 这个多少钱吧 这个三十几块钱 三十几块 对 这个就是敲上去死板死板的 这个 这个十几块钱 那行嘛 就拿这一把了吧 这把他还不错 它有那么大 切菜的话 片鱼什么都还挺刺手 再拿一个磨刀石板的吧 磨刀石啊 啊 磨刀石有这种 有没有大一点 大一点 暂时还没到货 没到货了 一般多少木头和四个箱里面 一个磨刀石 一个磨刀石 一般三百 三百跟六百的比较适合 他一边是粗 一边是细 好吧 就拿这个 他这个没有了 就不拿这个 OK 我们再看一下盘子吧 这个多少钱 这个八块 八二块 对 我们这个都是 十字度很亮的 而且他那个 做工体度很 还可以 他一般的那种 十字烂造的上面有窝 我们自己随便看看吧 好 那看好了再给你刮 这个盘子的话 在这种店子里面买非常的便宜 如果是你在那个超市买的话 可能这个盘子 就这个盘子 可能要四五十块钱吧 这个质量的盘子 在这种厨具店里面 专卖店里面买 这个盘子才十八块钱 非常的便宜 菜刀好不好的话呢 首先我们是看它这个 这个连接处 看它这里是整体的 还是说是那种 钢柱的 有一种是用加木饼上去的 加木饼上去的话 是第一个是为了防滑 然后你看 第二个你听它的声音 这个声音的话它比较清脆 而且比较长 比较细长 它比较细长的话 就说明它这个刀里面的钢比较多 钢火比较多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便宜的刀 它这个一听的话声音比较死板 所以的话我就觉得 选刀就不选牌子 就选它这个质量就可以 然后这种刀的话 它是只适合于切东西 不适合于砍 如果它挑刀也跟大家分享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刀本 算了好了 想了 好 现在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刀 怎么样子磨 然后那个菜板怎么样子用 这个磨刀是我们拿回来 先不着急着用 先把它放到这个水里面泡一下 泡的时候你会看到它起了很多的小泡泡 它是这个水进到里面去润一下这个 然后磨到的时候才会更有力度 然后这个泡的差不多了 我们正常情况下这个磨到时期要泡差不多一个小时 然后放到这个正板上面 一边是粗的一边是细的 我们先磨粗的 我们一般磨这个片刀 磨这个片刀都是这样子竖着磨 这样子竖着磨 这个角度把它拿着 手这样子拿 把这边这个手按住这里 这样子拿着 然后要翻过来的时候把它翻过来 然后由这只手拿着刀到前面 然后这边这样子拿着 这样子磨 我们这个切刀就是竖着磨 绝对是不可以这样的磨 磨刀的技术磨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下一期跟大家讲解更多的开锅的支持 好 拜拜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